好,各位關心開放政府的夥伴,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跟各位分享一個主題 出示公司協力的多種樣貌 我是曾冠球,目前在台灣師範大學服務 我同時也是數位治理研究中心的研究員 這兩年的研究的主題主要是在人工智慧跟公共服務之間的一些關係 以及對於我們未來的數位政府發展的一些願景 早些年我的研究比較著重在數位的跨域治理 這個部分就會跟今天我們的主題比較相關 特別是跟協力這個主題相關 首先如果說明一下什麼叫做公私協力 一個比較簡單的定義就是政府跟民間組織 當然你可以扮止是個人 政府跟民間組織之間具有共同的願景、目標 並且分享他們彼此的權威、財務或者是科技、技術方面的資源 以及這一個風險的一種制度安排 這個是一個比較簡單的一些定義 那協力最重要的目的當然是希望能夠解決一些問題 那在協力的過程裡面 通常我們必須要期待雙方能夠密切做一些合作 那這個合作當然就建立在一個基礎之上 公部門跟私部門各自有他們的一些優勢 那我們希望在這邊能夠摸索出一些步驟、一些方法 那這個是所謂的一個制度安排 那為什麼我們要談這個公私協力呢? 其中有幾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首先呢,因為政府的資源越來越有限 那這個政府的資源當然就是指政府的人力啊 或者是政府的預算啊 或者是這個衍生出來這些相關的這個時間啊 迫切性等等 這個都意味著這個必須要仰賴更多的民間的資源的納入 但是相對來說呢,民間在這方面 確實有一些這一類可以滿足政府的需求的資源的提供 那民間的力量啊通常表現在它的這個技術能力 或者在它的這個財務方面 那透過政府跟民間之間的這個資源的這種交換 或者是我們稱之為是共創 這看應用在什麼樣的一個領域 那它就可以產生所謂的這個忠效 那這個忠效啊,簡單講就是啊 政府自己做,或者是私部門 或者是私人行動者自己做 各自啊,力量會分散掉 那如果我們能夠把它怎麼樣 凝聚在一起的話,就有機會產生所謂的這個忠效 也就是一加一大於二這樣的一個效果 那我們達成這個忠效啊 從民眾端的角度來看 它就可以提高這個公共服務的品質 或者說有這種創新的可能性 那在某些領域裡面 它可能會稱之為是提供這種物有所值的服務 Value for money 或者說民眾對於政府的服務啊 或者是這個硬體建設方面啊 會有一些滿意度 那通常啊,我們在談公司協力啊 通常是建立在這些東西的基礎之上 但其實啊,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啊 是在我們這一些,這五項標題底下 還有一個更核心啊 那我這個投資片沒有特別去凸顯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們現在要談公司協力啊 是因為政府啊,它過去啊 可能這類的問題啊 都是可以自己去解決的 但是隨著這個社會啊 或者是科技帶來一些變化 導致這些公共問題變得越來越複雜 那這些問題變得越來越複雜的結果啊 就會造成了一種現象啊 單靠政府的資源,它是沒有辦法去處理 所以它必須要去仰愛民間的一些資源 那這個是我們在談公司協力的一個很關鍵的一些原因啊 否則各位可以想想看 在過去30年啊 至少在台灣啊,這一塊是沒有特別去突顯 那一直到了1990年之後啊 就開始在文獻上面會越來越多談這種什麼網絡啊 談這個協力啊 或者是像我們今天這個主題啊 叫做公司協力 其實有幾個主題啊,跟這個都有關啊 譬如說,像這個跨部門的治理啊 或者是跨域的治理啊 甚至我們今天啊,這個培力的主題啊 叫開放政府啊 它也是跟這幾個名詞啊 是環環相扣的 因為它都是需要仰賴這種 共創這種雙贏啊 公務部門跟私部門之間來 共創雙贏或多贏的一個局面 然後能夠讓這個民眾啊 能夠得到更好的一些服務 那這個公司協力啊 通常有幾種類型啊 譬如說像 基本上來講 它是一個很像是一個光譜的概念 那在我們一般教科書來講 這個公司協力啊 它有分成廣義的啊 有分成比較狹義的 如果你說比較廣義的呢 像我們 早些年 1980年1990年 我們有很多這種所謂的這個 民化私有化 這個也可以稱之為是公司協力 那或者說啊 在這幾年來被政府運用的非常頻繁的 它的法源的基礎是政府採購法 這類的這一種 簽約外包 整體委外 等等 像這個ROT 這類的東西 它其實是也可以稱之為是公司協力 那或者是所謂的公司夥伴關係 反正只要不是政府自己做的 你都可以把它稱之為是 有民間參與 你都可以把它稱之為是所謂的公司協力 那但問題是啊 這種公司協力啊 有些啊 它是比較接近我們現在的理想 那我們後面會講什麼叫做比較理想 那有一些啊 它就變得比較 比較形式化 比較形式化 那尤其是像這種簽約外包 它通常都是 比較有一種這個 上對下之間的關係 所以雖然它也是公部門加私部門 但是私部門通常在這過程裡面 它只是一個 扮演一個人家是火技的角色 扮演一個火技的角色 所以啊 我把它稱之為是 它並不是啊 我們想要特別去 凸顯的一種公司協力的模式 那真正比較有意義的公司協力啊 它其實有以下這幾種類型 但並不限於這幾個標題啦 這種公司協力啊 它我們如果是在 大概可以分成有實體的部分 有虛擬的部分 那實體的部分呢 首先第一個是牵涉到這個促餐 那各位應該有聽過像這個BOT啊 或者是這個OT啊 ROT啊 像這個 我們有很多的這個硬體啊 都是用BOT來提供的 對不對 那像這個叫做 像我們這個高速公路 ETC啊 那有很多的這個運動的場館 它也是透過這種 OT或者是ROT的方式來提供這種服務 那這類的促餐啊 如果你去看它的這個促餐法的一些規定 它就很強調一個概念叫做夥伴關係 那你顧名思義嘛 夥伴關係意思是什麼 就是希望說啊 這個政府跟民間啊 它能夠怎麼樣 在解決問題上面的那一個 是把彼此啊 當成是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合作對象 那這樣的合作對象啊 它是希望能夠怎麼樣 能夠共創雙贏 來共同解決問題 透過一些資源交換的手段 前天剛才跟各位特別報導過 那第二個部分是 像有一些公司協力啊 它是反映在一些公共政策上面啊 譬如像毒品的防治 我們剛才提到說 為什麼政府要公司協力 其中有一個原因是 這個問題變得越來越複雜 我們有一個專業的名字叫做 Weeked Problem 就是所謂的棘少的問題 有些問題很單純 你可以把它做切割 然後一塊一塊處理 可是有一些問題它是沒有辦法切割 它是怎麼樣 這一個問題本身的屬性啊 是非常複雜盤根錯綠 譬如說你想想看 一個人為什麼會吸毒 一個人會吸毒 難道是因為 只有毒品供應的問題嗎 會不會牽涉到他的家裡的秘書 除了他的學校上面交友不慎的問題之外 當然還有可能是牽涉到什麼 他沒有工作 沒有能力 所以呢 他在這種沒辦法致死其力的情況底下 這個毒品的問題就會變得越來越嚴重 所以你毒品的防治 他不是只有簡單的這個警察去抓這些吸毒 然後甚至早期把它視為是一種 這個怎麼講 就是犯罪的行為 那我們現在很多時候是把它視為是一個這種 怎麼講 就是說它是一種疾病 那所以呢 只有警察抓這些藥頭 當然這個藥頭本身是大問題 但是吸毒的人本身 他不是販毒的跟吸毒的 我們要去把它做一些區分嘛 所以在這情況底下 這一些吸毒的人 他可能有很多原因 所以呢他可能需要有社會局啊 可能是勞工局啊 那這些力量進來 所以簡單講 不是只有法務體系 或者是這個檢察官啊 或警察進來 那政府的這些社會局啊 這個勞工局啊 甚至教育局對不對 發生的場域不同 交易局的這個系統的這些人員呢 都要必須要進來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只有政府不能夠嗎 需不需要有一些民間 對這個議題很了解的 這一些專家也一起進來 那所以你可以想像一件事情 這種毒品防治本身 它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一個 需要做公司協議 那甚至需要做跨機關 跨部門公司協議 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另外呢 像有一些 這個例子太多了 像有一些像偏鄉的一些公共運輸啊 我記得可能是在屏東吧 最近剛好已經參與一個屏獎活動啊 所以就看待有一些 像在屏東一些偏鄉啊 那交通不便 那就需要這個政府出面 去解決這種交通的問題 但是政府力量有限 所以它就需要有一些民間的廠商怎麼樣 贊助這一類的交通工具 那當然這種贊助啊 通常也就是需要有一些 互惠的可能性啊 譬如說打打廣告啊等等 那這個這個部分呢 很顯然可以解決偏鄉的 這一個財政的一些問題啊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典型的公司協定 另外呢 像這個危機管理的部分 比較著名的 莫過於是像這個巴巴奉戰 各位應該有聽過這個莫拉克 台奉的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 台灣數位文化的這個協會啊 但有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莫拉克侵犯台灣的時候啊 這個民間也有很多的這一些行動者 他們紛紛扮演這種 協助設立這種網路中心 然後讓這個資訊的 因為你知道危機剛發生的時候啊 這個要做一些處理最重要的部分啊 就是這個資訊要能夠掌握 特別是資訊的進來 跟資訊的出去 這個部分啊要做好非常好的這個協調 否則的話呢 這個本身的決策啊 可能就會產生問題 需要做判斷的人 他拿到資訊的問題 那這個資訊本身又牽涉到說 這分雜的 因為你一個危機事件爆發 大家都一團亂 所以這個就需要有一些民間的這些專家 來幫忙做這些資訊的匯總 那所以呢 那個時候啊 這個台灣蘇貿文化協會啊 就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那另外像我們這一次的COVID-19 這個口罩地圖啊 我們唐控政委 這個結合了一些民間的專家 那各位在網路上面啊 你搜尋的話 你會看到這些影片 這些口罩地圖啊 這個 唐控政委啊 他是怎麼去跟這些民間的這些 有志之士啊 共同來 對這個 口罩的這個 包含這個 後面有提到我們近期的這個 簡訊實聯制的部分啊 也是啊 這個利用這樣的一種方式啊 公司協力的方式啊 來解決這一種 民眾在搜尋上面 或者這種即時性上面的一些問題 還有正確性上面的問題 那這個部分啊 都是公司協力的例子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公司協力還有很多啦 譬如說 像我最近在看了一些 新加坡的智慧國家的計畫 Smart Mansion 那 新加坡這個部分啊 它有很多這種公司協力 不過它是反映在這個 人才交流的部分 人才交流的部分 那 所以呢 他們可能 在解決一些問題上面 也需要靠一些民間的人才 那這種 我們傳統的方式都是靠這種 考試及格的能力來禁用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說 新加坡在解決這件事情上面 使用這種長期正規的方式 靠用這種科技人才 有些時候會遇到一些挑戰 因為民間的人才 有些時候他不願意長期待在政府部門 或者說他 他 另有一些 生涯規劃 或者說 他對於這一個 政府部門啊 可能受到的限制比較多 那所以 他通常啊 也不是說 會有這種 呃 呃 另外呢 像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聽過一個名詞 叫做 群眾外包 crowdsourcing 或者是 citizen science 這個翻成是什麼 公民科學 還是公民科技 那 這個部分呢 也跟這個議題啊 會有點關係 我們等一下稍後 回來的時候 再針對一些部分 再舉一些例子 那再來就是像這個 台北市啊 推這個參與式預算 他也是用這種 公司協議的方式 他的一個專業名詞 叫做官學聯盟 那這種官學聯盟啊 顧名思義啊 就是政府部門的專家 結合了這一些 民間的學者專家 有些是大學教授 那有一些是 可能是 對民間的這個教育方面 比較有熱心的一些人士 譬如說像社區大學的 這些校長等等 那這種官學聯盟啊 他就是一個很典型的公司 公司協力 而且他是一種 比較屬於真正的公司協力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前面有提到啊 公司協力 它是一個廣義的概念 那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行動者彼此之間啊 沒有大小之分啊 沒有層級階級的觀念 雖然這個政府 我們通常是公部門啊 通常因為為官嘛 但是通常在這種協力關係裡面呢 大家是平等 是互惠 然後是要共同解決問題 所以呢 在這個官學聯盟底下呢 你會發現到一件事情 因為沒有這種 長官部署的這種關係啊 所以通常在合作的過程裡面 大家的地位是平等 那地位是平等的話 這種 這種付出啊 他通常就是 不會說是 怎麼講 就是會有這種傾斜的一種狀態 那也沒有這種權力不對等的這種狀態 那你曉得如果說啊 這個合作過程裡面呢 有這種 權力的這種 傾斜的這種狀態啊 失衡的這種狀態的話啊 這種夥伴關係有的時候 他就比較不容易啊 他就比較不容易這個 能夠獲得一些 維繫 在運作上面就比較不容易獲得維繫 那再來另外一種 就是所謂的這個 所謂這個總統杯的黑客松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那這個也是很典型的 是運用到這個民間的人才啊 來幫政府 解決一些宜蘭雜政 通常這種宜蘭雜政啊 都是政府部門 自己一方不容易解決的 那所以呢 我們需要怎麼樣 用民間的這一些 這些資訊的專家啊 他可能顯熟這一些 新興的數位科技啊 然後呢 加上政府的官員啊 特定機關的官員 他可能了解這個議題的背景 可是他可能在工具的使用上面來講啊 沒有像師部門這麼的選手 那反過頭來講啊 如果沒有政府部門的 這個專家進去的話 也只有師部門的這些技術專家 人才進去的話 可能啊 對問題的一個掌握啊 可能也會有所不足 那另外一方面的政府的強項 當然就是對於這個 除了對議題的選手度之外 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對於這個 法律規章的了解 也比較了解 那所以呢 工部門跟師部門之間的合作啊 就比較能夠創造出這種雙贏的一個結果 那最後一個是像這個 美國的challenge.gov 這樣的一個網站 那其實美國這一類的網站蠻多的啊 台灣總統的黑客 從基本上來講啊 也跟這一類的網站的這種運作方式啊 精神上面是蠻接近的 各位有興趣可以去到這個網站上去看 他也是一樣幾個部會 譬如說國稅局啊 還是這個什麼環保署啊 他們會丟出一些代解的問題 在網站上面丟出來 然後呢 尋求民間的那樣去解決 徵求人才啊 徵求團隊 有些時候是跟政府部門一起來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更正台灣的總統 我們黑客從某些的這一個個案啊 是非常類似 那美國這個challenge.gov這個網站啊 它裡面的這個還會附有一些獎金啊 然後呢 徵求這些人才一起來參與 那我最近看了一下啊 其實不只這個啊 包含有一個叫做 Citizen Science.gov 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網站啊 一個平臺啊 那他就是在為這種公民科學 或者是為這種群眾外包啊 提供一個這樣的一個美勁啊 提供一個這樣的一個HUD 讓這一類對於 對這樣的一個議題有興趣的人啊 能夠進到政府部門裡面來 來暫時的怎麼樣 共同去解決這一類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了解這一類的議題的時候啊 剛才有跟各位報告過 有一些是屬於這種虛擬的 但是有一些是屬於這種實體的部分 那當然這個都是屬於開放政府的一個概念啊 因為開放政府並不完全是 局限於在這個虛擬的部分 實體的部分啊 它也並不會去排除 但是在合作 但是在公司協定過程裡面啊 有些時候會遇到一些的障礙 會遇到一些障礙 法令本身就可能是一個障礙 對不對 那譬如說你資料要釋出 那這個釋出本身 這個會牽涉到一些隱私啊 牽涉到一些安全的問題 那如果你沒有一些好的一些規範的話 這個官員本身啊 對於這個動作本身 他就可能 雖然民間很熱忱要去解決 但是這個 或背後會牽涉到一些責任的問題 那這個就必須要去 去進一步去處理 所以我們在看這些公司協定的個案 或者我們 後續會有很多像 COVID-19是怎麼樣子做這種公民猜疑 那其實我們都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至少就公部門來講 我們想要了解的一件事情是 到底一方面是我們要去了解這種公司協定的 這種對他有一個正確的認識 然後了解他的一些好處 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們要讓他能夠 鑲嵌在這個政府的體系裡面 所以呢我們透過一些 不同的Case Study 或者是Best Practice 我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應該把這一套的不同個案底下的這個 一個運作的成辦的那一套程序 或者是機制或者是模式 能夠把它給整理出來 然後點點滴滴的累積 然後形成一套比較大的一個政策架構 或者是一個計畫 來讓這個公司協定的推動 能夠更有系統 然後更建立在這個 Evidence Based的基礎之上 那其實還包括像我們門員的轉型 也是這種公司協定的一個很好的展現 那所以呢這個公司協定啊 可以看到不管是實體或者是虛擬 他都有一些重要特徵 第一個部分是私部門有公部門沒有的優勢 同樣的公部門有私部門所沒有的優勢 那剛才我們前面提到 在過去啊如果公共問題比較單純的年代 那通常在一方他就具備了絕對的一個優勢 但事實上在今天這個時代啊 專業分工越來越新 那公部門他通常 賢熟的東西就是對於這一個領域的一些問題 他的那個歷史比較了解 那政府部門也比較了解那個流程 比較了解法律 但政府部門啊通常是對於這些技術啊 通常比較在這一個環境的因素影響下 通常比較沒有辦法像私部門一樣去到這樣一個優勢 那因為私部門啊他通常會面臨一個環境上的競爭 所以呢 那這一些專家啊通常他就是會不斷的去做一些 這一個這一類這方面擁有的這個自我的經濟 但政府部門啊通常在這一塊來講 他的專業不是在這裡 他的專業是去立法定定政策 或者是解決一些這個服務的問題 那或者是溝通帳目 專案上面的一些管理溝通的問題 所以呢 如果說啊 這一個政府跟民間啊 能夠就彼此的優勢啊 在解決問題上面需要具備的這一些 知識能力啊 或者是 我們稱之為是KSA啦 知識啊 技能啊 能力啊 能夠在這方面 數位職能方面啊 有些時候政府部門沒有嘛 對不對 沒有的話 那一方面是可以自己培育 那二方面呢 可能乾脆就直接怎麼樣去外面採購 還有一種可能性是乾脆就透過協力 採購跟協力最大不一樣的是啊 如果一個是稱之為是甲方 一個是稱之為是民方的話 如果是採購的話 這個 甲乙雙方的關係比較是上下關係 但是如果在我們這邊談的這種協力啊 甲乙關係比較是屬於這種水平的 那第二個部分呢 那第二個部分呢 是希望說 工資協力啊 就是希望能夠這個 魚幫水啊 也希望這個水能夠幫你 對不對 公部門幫私部門 私部門怎麼樣 也幫公部門 像BOT啊 這類的議題 基本上就是屬於這一種 私部門通常啊 當然呢 既然是私部門 它不是完全沒有這個營利的動機嘛 營利的東西可能是佔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比例 對不對 但是 透過一個比較好的機制 一方面能夠讓私部門怎麼樣賺到錢 那二方面的公部門也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稱之為是魚幫水水幫魚 那但是協力的過程裡面啊 通常都會產生一些爭議啊 因為很簡單 兩邊呢 它是屬於不同的部門 sector 那這些不同的部門裡面啊 通常有他們各自的一些作業方式 習慣 他們受到的這些拘束不一樣 公務員很多的法律會約束他啊 公務員服務法啊等等 那這個都有可能對於 在協力過程裡面啊 從民間的角度來看 他可能是認為是 再自然不過的事 但是公部門可能要站前顧問 那這個部分啊 通常是必須要有些磨合啦 必須要有些磨合 那如果比較積極的公務員的話 他可能會採取的態度是 只要法律沒有說不可以的 那就是視為可以 這也是比較積極的 但如果說不是那麼積極的 就變成說是 除非法律說可以我才會可以 那這樣的話他就可能會 對於這個協力的這個進展的 這個積極的程度啊 就會造成一些影響 那因為協力過程裡面 通常會有一些爭議 所以呢我們的這個 信任關係啊 通常都是在一點一滴的爭議裡面 每一次的專案會裡面啊 我們會去做一些這種 彼此都會做一些協商嘛 那有可能會有一些妥協 那有些東西可能就是真的就不允許 那這個就是信任關係就從這邊開始產生 那這種信任喔 在危機的時期是比較容易信任 一般來說啦 那如果是在成平時期的話 因為他的迫切性不是那麼強 那所以呢這種信任關係他就有待磨合 有待磨合 那再來就是這種夥伴關係啊 剛才前面提過 很重要一點是 他們彼此之間呢 地位要是對等 地位如果不對等的話 他就是一種垂直關係 上下級之間的關係 那我們有很多的DOT的案子 這種處產的案子 他的一些失敗啦 至少從公司部門的角度來看 他可能會認為公部門 並沒有做到這種夥伴關係 那當然啦 這個就是前面 在第三點所提到的 這種信任關係建立過程裡面啊 產生的一些溝通上面的一些問題 產生溝通上面的一些問題 那這個必要 必須要從一些個案裡面 去做一些判斷 這個不可以 沒辦法一概而論 那再來就是啊 彼此合作 公司部門彼此合作 然後試圖啊 把柄做大 把柄做大 產生這個中效 剛才前面提過 那如果這種秉座大之後啊 那就有一些Mile Stone 就建立了嘛 一些里程碑就建立了 那雙方在這邊呢 當然就會這個信任感 就像滾雪球一樣 會越滾越大 那對於彼此呢 下一次的合作啊 就奠定了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基礎 那最終呢 你會發現到一件事情 是公部門啊 可能沒有辦法 失去他 這個合作夥伴 那私部門合作夥伴啊 當然就非常樂意啊 跟這一位特定的 公部門的夥伴呢 這一個 繼續合作下去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 公司協力的 一些主要特徵啊 那公司協力有什麼困難呢 其實我們有些部分啊 前面已經有提過 那我們再把它細部來講一點 第一個部分是啊 通常是民間部門啊 不太了解個政府部門 第二個部分是政府部門啊 也不了解民間部門 有一些的機關啊 通常跟這一個 比較多這一類的互動經驗 那他當然就會對公司協力 對開放政府比較抱持 open 的態度 但是如果你從來沒有做過公司協力了 你也沒聽過什麼開放政府 你也對於公民參與這個名詞啊 也了解有限的 那可能就 剛好就觸犯到這邊所提到的 你不了解我 我也不懂你 所以呢 彼此對於 對方的這些想法 邏輯啊 術士的這些風格啊 就會有一些這個 可能在過程裡面呢 就產生一些摩擦啦 這個就難免會產生一些摩擦 所以 解決這個問題最好的方法是 有一些管道能夠促成他們相互理解 促成相互理解 那能夠讓彼此啊 在過程裡面啊 能夠彼此相互尊重 那這一點是蠻重要啊 那再來就是 那再來就是 第三點的部分是 公司協力有些時候 在某一些的領域裡面啊 他會產生困難是因為 誤換性能事與非 那為什麼呢 因為你合作對象啊 通常是 雖然是你跟某一個機關合作 但其實是你跟機關裡面的某一些 承辦人員或者是主管合作 對不對 但是你熟悉的夥伴 過去以來有很好的合作關係的夥伴 有可能怎麼樣 商調 有可能是升遷 那在這情況底下呢 那你們過去的這一種默契啊 工作默契啊 可能就會產生一些改變 所以雖然這個機關還在 但是怎麼樣 人已經離開了 所以你們之間的這個協力關係啊 又要重新開始 那公司協力還有一個部分啊 就是他會有這種 從第三隻眼的一個問題 這意思是說 會有外界對於公司協力的一些 帶來的一些觀察 甚至是一些期待 甚至也有可能是一些壓力 那這個會導致公司協力 在過程裡面啊 至少從理論上面來講 其實實務上面有很多這種例子啊 公務門會有些 戰前顧後的問題 簡單講公務門跟師傅們合作啊 一方面是法令的問題 那二方面呢 他會考慮到外界的眼光 什麼是外界 你可以說是檢察官是外界 你可以說是法官是外界 你也可以說是媒體是外界 那甚至呢 在某一些個案裡面啊 競爭的競爭性的廠商 他也可能是所謂的外界 等等 當然民眾也可以是外界 第三隻眼 所以呢 這種公司協力 他要經得起考驗啊 特別是在陳平時期啊 我們就要去意識到說 他要有這種正當性啊 能夠讓這個 彼此合作雙方啊 都沒有太大的一個負擔 然後能夠怎麼樣 經得起外界的檢視啊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啊 那所以呢 整理來說啊 我想我們今天主題是 出示公司協力的多種樣貌 所以大概我就把 前面所提到的幾種類型 來跟各位做一些介紹 那正面來講啊 對於公司部門行動者來講 首先第一件事情 他應該要相互了解彼此 了解對方在這件事情上面 他的一些期待 他的一些目標 或者他的一些優勢 甚至是劣勢 都應該去做一些理解 那再來呢 需要透過時間來建立一些共識 時間是不可避免的 那再來是不碰禁忌 什麼是禁忌呢 剛才提到這個第三隻一眼的問題 對不對 那或者說啊 這個法令上面明白就告訴你說 這個是不允許 那在為修法之前啊 這恐怕就不適合作為一個 合作的一個議程 就不適合啊 去觸碰這些東西 還有一些東西是牽涉到這個 協力過程啊 要讓它能夠怎麼樣 透明 甚至啊 要在某一些情況底下 可能需要一些 我們稱之為是inclusiveness 就是多一些包容啊 涵溶性 反而比較文雅一點 涵溶性 那這種透明呢 有一部分它可以解決掉 前面所提到第三隻眼的問題 陽光照得進來的地方啊 比較能夠有沒有 不會有一些 貪腐的問題發生 這個 公務部門跟私部門之間的合作 跟私部門跟私部門之間的合作啊 有一個很大的不一樣 因為 有些時候 這牽涉到一個國家的文化 因為有些時候 從社會角度 它會對於公司部門過程甚密 會賦予一些不一樣的解決 但是我們今天這個時代很吊詭 你希望把公司部門分開 分得越開越好 那你可能就會定義接一下 旋轉門條款這樣的東西 那甚至呢 就有很多這種禁止的一些規定 那所以呢 這個東西啊 通常怎麼講 它沒有絕對的好啊 就要看這個時代的需求 問題解決的需求 再來就是啊 資源要能夠共享 那這個資源共享就是啊 這個 公部門需要私部門幫忙 技術啊 資金啊 等等 甚至一些創 比較有創意的一些想法啊 那 但是公部門 也要怎麼樣 盡量去 幫私部門怎麼樣 去 排除掉它在協力過程裡面 遇到一些挑戰啊 通常公部門能夠做的是什麼 最大的地方就是它 擁有公權力嘛 它可以協助排除掉一些障礙啊 那 當然啦 這個也要建立在前面的基礎之上 普通經濟 這個部分 那除了資源共享之外 還有一點是很重要 彼此的風險要能夠分擔 因為合作不是只有完全的好處 合作本身也可能會產生一些 對某一方來講 可能產生一些風險 或者一些挑戰 那所以呢 所謂風險分擔的意思啊 具體的講法就是啊 你可以承擔的部分 就應該由你來承擔 那如果你不適合承擔的 就由對方來承擔 那如果兩方面呢 都不適合承擔的 那就只好怎麼樣 一人一半 共同的分擔 所以呢 如果像 有一些個案裡面會提到這種 所謂的政治的風險 那政治風險這個東西啊 當然就是 可能 他們完全 可能工部門的比重要高一點點 簡單講是這樣 工部門的比重要高一點 但是如果你是涉及到這種 財務的風險 對不對 那這個是應該有私部門啊 所佔的比重應該要大一點 因為這個是他可以控制的 所以風險分擔是建立在一個 基礎之上啊 隨適合承擔這樣一個風險 那最後一點當然就是比較 一個結果啦 希望他們能夠 共創雙贏或者是多贏 這樣的一個絕念 蛤柄做大 產生忠效 然後對人民的這個生活啊 能夠改善 問題的解決啊 能夠有幫助 我們看看這一次的這個 口罩的地圖 你會發現到說 他就可以帶來這樣的一個效果 那不管是 這個政府部門有成就感 那民間的貢獻的這一些 他們也感覺到說 能夠怎麼樣 產生一個很大的一個社會影響力 那對民眾來講呢 他也覺得說 政府啊 及時的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如果一件事情是完全有工部門來做 或完全有私部門來做 他們彼此之間因為他的優勢不同 所以在合作上面來講 有些時候就遇到一些障礙 所以彼此之間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要盡可能怎麼樣 替對方排除障礙 那這個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好 那今天的時間呢 在這個初步介紹上面來講 跟各位提到這邊 那後面 如果有機會的話 各位可以去了解這些公司協力 不管是實體或虛擬上面一些個案 他們是怎麼樣子從這一個 這個合作過程 剛才提到建立共識摸索 他們是怎麼樣子從這個 克服種種的挑戰 那怎麼樣子去建立一套 從這邊我們可以歸納出 什麼樣的一個人理人則 然後設計它比較好的機制 比較好的程序 能夠讓更多的行政機關的公務員 能夠擁抱這樣的一個概念 因為在我們今天這個年代 這種開放政府 什麼協力創新 基本上都在談這種東西 都在談這種跨域這樣的一個概念 這樣才能夠解決這種很複雜的問題 好 那這個是今天的報告 時間到這邊 謝謝大家